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简单说其实色香味一开始我们所看的也是在于说它的色泽上的一个鲜红以及它的一个香味再来在吃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清脆带点甜带点咸带点辣的一个口感它是一个很开胃的一个小菜透过它的一个腌制然后发酵产生了一些很多有益人体的一个生菌它富含维生素ABC在使用的时候对人类传味道的一个 这个蠕动都是有相当的一个帮助性的做泡菜已有20年经验的黄老板当初跟朋友们一起从韩国老师傅那习得咽出正宗韩式泡菜的手艺 怀抱着年轻人的创业热情从市场摊贩做起一包一包的口耳相承到如今拥有一间自己的泡菜黄果 整个制作的一个过程上在于第一个原物料的一个取得每一个季节它的原物料虽然是同样的白菜或者同样的一些食材但是它因为季节性的不同它的成长等等它就会有它不一样那所以我们在腌制上面不管再下其他的盐啊糖啊等等的其他这些配料就必须要随着季节性的不同它食材的一个不一样要去做一个调整 从一天只卖出六包到如今有自家工厂的生产限量饭品牌也开始研发多元化的产品项目 除了原本的韩式泡菜到现在已有多种不同口味的泡菜和腌制行列每个口味都有它独特的风味 做辣一点放久一点让它整个有辣有酸这个是比较早期台湾人的一个认知韩式泡菜就是辣就是酸 可是实质上其实泡菜它的口味它是很多元化的一个东西它的一个味道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要有其他的一些食材进去到里面比如说葱比如说姜比如说蒜还有鱼露如何去呈现它的一个味道 做一个开胃的小菜你必须把这些味道全部去把它呈现出来 我比较喜欢他们家的黄金泡菜它的口感的话我觉得蛮特别一般我们都是吃韩式泡菜那种有点辣辣的 他们家的黄金泡菜不死咸然后我觉得口感蛮黏密的蛮浓郁的像我都会买高丽果的泡菜回家吃或配饭吃都蛮下饭的 有时候你也可以当领作我觉得这个都还蛮不错的 高丽果大概已经来三遍了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泡菜或者是萝卜干的口味跟外面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算是比较韩式正宗的那种泡菜比较会偏韩式的那种就让人家吃起来很爽口 然后觉得说好像在韩国吃的是有点类似的这样子 对啊会让我一直很想要再回来再买他们的产品 我想提供的想呈现的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感觉 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讲法 其实泡菜在韩国来讲也是家家户户 那个婆婆妈妈每天在家里都会去做的一个小菜 那我就是想藉由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想呈现出来就是说来买我们家的一个泡菜啊 吃的是一个有家一个很温馨的一个感觉 一直以来所强调的也是在于说吃的健康吃的美味 这些年为什么会有新的一些黄金泡菜黄金月牙 就是也在尝试很多不同的食材 然后融入这些腌制小菜里面 那在于发展上面呢也希望说高丽果泡菜这边呢 能够再透过网络再做一个推广 让更多人可以接触到高丽果的一个泡菜 然后可以尝到这一份美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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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